这个时候麻贵可瞒着了 为什么呢 他的东路军呢 在九月底到达玉山 但是呢 无事可干 因为自从上次吃了亏以后 加藤清政每天呢 就待在玉山 一动都不动 打死我也不出来 麻贵攻 他就守 麻贵不进攻 他还是守 总而言之就是 我不打 我就往后拖 就咱们这一直拖到十月份 四川战败的消息传来 甭管是麻贵也好 还是加藤清政也罢 大伙都松了一口气 得了解脱了 这事终于定下来了 在麻贵的统一调配之下 东西两路军分别撤退 返回触发地 九月攻势宣告结束 在这次进攻当中啊 明军立功心切 日军保命要紧 拼了半个多月 战局丝毫没有变化 大伙都白忙活了 最郁闷的人呢 是麻贵 尽心竭力策划了进攻方案 但是没有任何的效果 这玩意太窝囊了 但是更让他绝望的是呢 凭借着目前明军的实力 是不可能打破战场僵局的 绞尽脑汁也无济于事 其实麻贵并不知道 此时啊 距离日军撤退 也就剩一个月的时间了 如果没有意外 11月5号 日军将带着 抢掠的无数战利品 从容退回国内 而那个时候 明军只能是望洋星探 目送日军安然撤退 但是一个人的到来 终究还是改变了这一切 这个人的名字呀 叫陈林 自昭爵 广东翁原人 说起来呢 这兄弟也算是老油条了 嘉靖末年呢 就当上了指挥迁士 此后呢 又东征西讨 即使年下来 到万里年间 哎 终于呢 是当上总兵了 但是他这个仕途啊 并不顺利 破格提拔 从来没有他的份 领导赏识 也一直没有他的缘 游击了 参将了 副将了 副总兵了 就这么一级一级的声 他那个官做的 也真叫个苦 据说是因为 他是广东人吧 而且只会讲粤语 官话呢 不会讲 讲不好 就是当时的普通话啊 他也讲不好 也听不懂 所以大伙都不待见他 所以呢 他就进步的很慢 因为你跟人家 没有办法交流 你怎么让人家 待见你呢 而且呀 这个陈林的人 有一缺点 什么缺点 就是贪 他不是一般的贪 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贪 层出不穷的贪 派他去管兵吧 就放纵手底下人 抢掠民财 派他就镇守地方吧 哎 大兴土木 贪污工程款 派他去打仗去吧 哎 苛扣军饷 反正在贪污这行当里边 那可真是相当的牛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人物 你别按着贪啊 太会打仗了 而且什么仗都打过 开头在山区 打土匪地痞 后来到地方管过治安 抓过强盗 抓小偷啊 还跟着一代名将啊 这个殷正帽混过啊 无以类居 人以群分吧 剿灭了许多的叛军 算起来呢 不停招呼了 各类人等了 自要说在陆地上的 他基本上都灭过 更为难等可贵的是呢 连海上的品种 他也没放过 什么海贼了 海盗了 乃至于倭寇了 都在他消灭范围之内 这是一个水路良用型人才啊 实在毛病太多了 谁沾上谁倒霉 所以一直以来呢 很多人就不愿意用他 因为一用他就倒霉嘛 对吧 跟着他就倒霉 也没人举荐他 说是在和平年代的时候 这样的人大伙 谁都想不起他来 不想惹事吗 对不对 这种人就不能用 就放一边挂着 但是战争一来了 自然就变成不能不用了 万里二十年 陈林出山了 前往朝鲜 照朝鲜那个意思啊 就是把这个 爱惹麻烦的家伙放出来 自然是让他卖命打仗 可以不知道为什么 这位兄弟去了一年 什么都没干 但是官却升得很快 刚去的时候是以参将 很快升副将 到万里二十一年 已经当然副总兵了 那一仗没打 就混到这个地步 所有人都莫名其妙 当然了 陈林出外 战争结束以后啊 怀揣着升官的秘密 高高兴兴的收拾行李 去福建去了 并且呢就任总兵 凭借他多年累积的 捞钱经验呢 发财致富 知日可待了 但是话说来 只包不住火呀 三年以后 终日和谈失败 沈维静的忽悠被识破了 实行被判下狱了 而另一个秘密 也就此曝光了 原来陈林兄弟 并非只进不出 他除了能收钱以外 他还特别会送钱 实行啊 收了他的钱了 那收了钱了 当然要办事了嘛 所以陈林同志 这才一路春风 扶摇直上嘛 可是现在实行大老爷倒了 你这官是没法当了 去监狱 找他退钱 估计也不成了 对不对 亏了本了 陈林呢 只好再次回老家了 但是咱们话说来 这个人呢 只要说有本事 就不怕没活干 万历二十五年 又打起来了 朝鲜水军全军覆没 李顺陈还在军营里边扛木头 要夺回治海权 那只能是靠明朝水军了 于是呢 陈林再次找到了工作 虽然兵不赏 说行街呀 极端的厌恶这一个老官僚 可是呢 他也没有第二个选择了 万历二十六年六月 陈林率五千广东水军 到达朝鲜 与他一同到来了 还有邓子龙 邓子龙封城人 时任钦差被窝副总兵 都督千世 要论年头啊 他那个资格比陈林老多了 家境中起 他就已经从今打仗了 多年以来 奔波于广东 云南缅甸 福建 东征西陶啊 战斗经验呢 是相当的丰富 而且论人品 那更不用说了 几十年兢兢业业 从小兵子干起 不走后门 不靠关系 不得不扣老实人 正因为他过于老实 没有后台 到六十来岁 这才混到副总兵 而且平时啊 是沉默寡言 即便说受了委屈 也不跟人争 万零二十年 他奉命出征 本来打了胜仗呢 却背了黑锅 背阎官的参和免职了 也没辩解 默默的就回了家了 但当万零二十五年 他接到朝廷调令的时候 依然是毫不犹豫 动身就出发了 尽管此时 他已经年逾七十 尽管他的职务 还只是个副总兵 尽管他即将听从一个 年纪比他小 品行比他差的人的指挥 因为陈林是总兵 就这样 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 终于走到了一起 他们的出现 将彻底改变 无数日记的命运 按照邓子龙以后 故地重游的陈林 见到了他的另一个下属 李顺臣 此时的李顺臣啊 刚刚得到解脱 援军战死以后啊 他奉命重新主建的朝鲜水军 虽然朝中啊 还有很多人看得不顺眼啊 但是眼下呢 局势危急 这个烂摊子也只能说 指望打过胜仗的人了 李顺臣之所以啊 不招人待见 和他本人那个性格是有关系 这个人虽然说啊 才具甚高 但是为人处事不行 说实在就是智商可以 情商不行啊 不善和人相处 碰着谁得罪谁 作为下属那是十分难搞的 但是陈林呢 干净利落的 就把他给搞定了 虽然说他在国内一口粤语啊 官话讲的鬼都听不懂 但是到国外无所谓了 反正无论官话粤语 人家都分不出来 一概不懂 而陈林也充分发挥着 搞关系的特长 用一种特殊的方式 与李顺臣进行了良好的沟通 这什么方式就写诗 一到朝鲜 陈林呢 就写了这么一首诗给李顺臣 叫 不悠将军在谁服务国士威 逆湖驱香日 要份卷金石 打劫千人养 高明万国之 圣皇求如窃 超去 启荣词 就文学水平而言 这首诗呢 大致可以打入 打油石或者是 宣盘体 不是一般的差劲 但你细细分析 就发现这诗里边 这个政治水平太高了 前四句 捧人呢 作为上级 对下属如此的称赞 哪也算是下了血本了 不有将军在 谁服国士威 这除你还能有谁 第五六句继承风范 大肆夸奖李顺臣统治 众望所归 为名原扬 但是这只是铺垫 核心部分的最后两句 所谓圣皇求如窃 隐含的意思就是 你赶紧跳槽吧 别在朝鲜干 你到我们那去吧 是不是 纵观权势 捧人是为了挖墙角 挖墙角也就是捧人 浑然天成 前呼后应 足可作为关系学的 指定教材 写入教科书 哎呀 李顺臣一看这诗 感动了 哇呀 涕泪横流啊 连夜写了几首 赫实回复这个陈林 表达自己的感慨 并同时表示 他愿意听从陈林的指挥 七心协力 驱逐窝奴 谁不愿意听好话啊 对不对 所以啊 就像陈林这样的人 说实在的 不管是朝廷兴衰与否 反正是 他都饿不死 在成功实现了团结之后 经过麻贵的鼓动 陈林率军参加了顺天战役 然而呢 由于战局不力 麻贵军啊 率陆军呢 先行撤退了 水军就失去支援了 没办法 只能是鲨鱼而归 对麻贵的行径呢 陈林是十分愤怒的 可是没过多久 麻贵再次找到他 并且交给他了 一个另一个任务 麻贵告诉陈林 说我军作战计划已定 自即日起 你所属之明军 应全部开服海上 陈林说 所往何事 我干嘛去呢 麻贵说了 我定时 来回巡视即可 没什么事 你转圈就行 陈林说 那你也准备干什么 麻贵说我哪儿不去 我驻守原地 看着一头雾水 满枪怒火的陈林 麻贵终于说出了 谜题的答案 三路攻击失败之后 麻贵已经确定 强攻是不可能的 即使攻下来了 明军那个损失 也会极其的惨悟 可是事情到了 这步田地了 谈判也是不可信的 进退两难之际 他想到了陈林 想到了一个 麻贵下令 所有明军立即停火 中路军董一元 西路军刘廷派出使者 与对峙日军协商停战 总而言之 大伙都别动了 唯一活动的人就是陈林 而他的任务是 率舰队 在朝鲜海岸巡航 并击沉所有敢于 靠近海岸的日本船队 这一军事部署 在今天的军事教科书里 叫什么叫 球龙战术 街头大神口中 叫什么叫 关门打狗 胡同地履 经过无数次试探和挫折 麻贵终于找到日军最大的弱点 什么 粮食啊 不管你这个鬼子是多敢玩命 但你也是个人吧 你终不只是个鬼吧 是人你就得吃饭吧 而这些后勤补给 那是日本国内海运而来吧 所以只要封锁海岸线 打击日本船队 敌军必定不战而亏 事实证明 麻贵这个判断太正确了 自到十月中旬起 陈林开始改行 干起海盗了 率军多次的扫荡 舰船就抢 抢完就烧 把朝鲜沿海搞成无人区了 哎呀干的相当的彻底 某些朝鲜船队 由此经过也让他给抢了 无奈之下 日军只得派藤堂高虎 率水军迎战 但是陈林同志 实在是多才多艺 不然能抢还能打 几次交锋下来 藤堂高虎是落荒而逃 再也不敢出来逞能了 躲躲不过 抢又抢不过 哎呀 这个日军呢是叫苦不迭 特别是小细行长 因为在三路日军当中啊 他那个处境是最惨的 加藤清正占据玉山 岛金一红驻扎四川 这两个地方离海很近 只要能把陈林躲过去 靠岸把粮食卸起来 就能跑 可是小细行长 那个地方呢在顺天 不但离海远门 却水路复杂 千回百转的 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陈林最喜欢在这接道 许多日本船 打死都不愿意去 半个月下来 日军呢 饿得这个半死不活 小细行长没辙了 主动派人找到陈林 希望他能让出条道来 而作为代价 他提出一个耸人听闻的交换条件 我给你一千两百个人头 意思是什么 你放条生路给我走 我留一千两百个人给你 请公也好 杀头也罢 你自己看着办 话说到这个地步 那是真没有辙了 当然陈林并没答应啊 因为他要的 绝不仅仅是一千两百人 日军就此陷入绝境 但是小细行长并不慌张 因为那个约定的日期 已经近在眼前了 11月5号 只要等到那一天 一切都将结束 在期盼和忐忑之中 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 依照之前的约定 日军加藤清政 岛金一红 小细行长三步 开始有条不紊的收拾战利品 准备撤退 而对峙的明军 却依然毫无动静 仍旧被蒙在鼓里 如果没有意外 日军将携带其战略成果 掠夺的这些成果 背负着杀戮的血债 安然撤回日本 可是意外发生了 就在此前不久 日本五大佬 这五大佬是谁呢 就是风尘秀吉 五位托骨大臣 向明军派出使者 表示 如果朝鲜派出王子 作为人质 并每年交纳 共敏 护皮 人参 日方出于怜悯 将会考虑撤军 就到这时候了 还敢如此狂妄 似乎有点不尽情理吧 但事实上 这是日军一个策略 为了掩护即将到来的撤退 必须麻痹敌军 可是他们万万没料到 这个所谓的计策 却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 因为麻贵啊 虽然姓麻 但是却很难被麻痹 毕竟在明朝政府混了几十年 什么阴谋诡计都见过了 日本人在这方面 还是个小学生 所以麻贵立即判定 日军真实意图 和谈什么和谈 人要跑啊这是 此时是11月7号 麻贵命令 全军动员 密切注意日军动向 随时准备出击 11月8号 驻扎在古今岛的陈林 接到密报 确认风尘秀吉 已经死亡 日军即将撤退 他随即下令水军戒备 准备作战 明军知道 日军不知道明军知道 在这千军一发的局势中 战场迎来了最后的宁静 无论如何 双方都已确定生死成败 只在顷刻之间 十天之后 最后摊牌 万历26年11月18 加藤清政突然自御山撤退 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明军并未阻拦 随后在驻扎在四川的岛金 一红野帅第五军撤退 明军仍然未动 五大佬一片欢腾啊 在他们看来 撤军行动十分成功 明军是毫不知情 然而接下来 一个消息打断了他们的欢呼 小夕情长被拦住了 作为脑筋最灵活的日军将领 小夕情长的反应极快 获准撤退之后 立即带兵日夜兼程赶赴海边 却看到了等待已久的 明军水势 但是小夕情长并不惊慌 因为这一切早在他预料之中 顺天离海较远 不力逃跑 而沿海地区水路复杂 易于封锁 如果明军不来 那才是怪事 为了实现胜利大逃亡 他已想出了对策 并且付诸实施 而且到目前为止 事情进行得十分顺利 顺利脱身是指日可待 事实上 五大佬错了 小夕情长也错了 明军放任加藤清政 和岛金一红逃走 并非疏忽 而是一个圈套的开始 在之前的十天里 麻贵对局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 他清醒的意识到 日军有意撤退 但凭借明军目前的这个兵力 是很难全歼敌军的 恰恰相反 就是日军已经有了充足的撤军准备 如果真的 你逼着他跳了墙了 那后果是很难预料的 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逐个击破 分而机制 但日军是同时撤退 明军兵力有限 于雄长不可兼得 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11月4号 麻贵找到了那个方法 就在这一天 陈林出海巡视 突然发现自顺天方向 驶出一条日军小船 行踪隐蔽 速度极快 要换的以往 陈林会立即下令 向此船开炮 但这一次 他犹豫了 因为几十年战场经验 告诉他 不能攻击这条船 考虑片刻以后呢 他派出了船只 跟踪这个船 几个时辰之后 消息传回 他的估计得到了印证 这条船的目的地是四船 他立即把这个消息 通报给了麻贵 双方的判断 达成了惊人的一致 几天之内 日军将全军撤退 而那条小船 是小一行长派出来的 唯一的目的是 向岛金一红求援 这正是小一行长的对策 他知道 一旦撤退开始 靠海的加藤清政 和岛金一红 必定能顺利留号 但他地形不利 很可能被堵住 到时候只能找人帮忙了 那找人帮忙 找谁呢 加藤清政是自己老对头 不帮着明军打自己 那就不错了 那靠不住啊 自能是指望着岛金一红了 他相信 关键时刻 这位二杆子是会拉凶的一把 于是他派出了小船通报此事 而结果也让他满意 小船安全返回 并且带来了岛金一红的承诺 后顾只有解除的终于放心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麻贵和陈林已经制定出了 最终的作战计划 中路董一元 西路流挺密切监视日军 加藤清政及岛金一红部 发现其撤军立即上报 但不得擅自追击 水军方面 陈林部停止巡航 并撤去玉山四川一带海域之水师 全军集结向顺天海域前进 堵住小船行长撤退的海盗 放走加藤清政和岛金一红 因为他们并不重要 只有小船行长 才是这场战争的胜负关键 这是一个绝佳的诱饵 在其诱惑之下 日军将逐个赶来 成为明军的完美猎物 撤退 放行 杜劫 一切按计划如期进行 双方都很满意 但胜利者终究只有一个 决定胜负的最后时刻 已经到来了 11月18号夜 小艺行长没看错人 岛金一红不愧二杆子之名 虽然他已经成功撤退到安全地带 但听说小艺行长被围之后 却依然信守承诺 率领第五军一万余人前来救援 但是除了小艺行长以外 还有一个人也热切地盼望着他的到来 就是陈林 四点前 他召集全军 连夜赶到了顺田海域 经过了仔细的观察 他发现 从四川到顺田 必须经过一条狭长的海盗 叫做陆良海 在陆良海的前方 只有两条水路 一条通往观音浦 另一条呢 经猫岛通往顺田 他随即呢 做出了如下的部署 副总兵邓子龙率三千人 埋伏于陆良海北侧 水军统治时李慎臣率五千人 埋伏于陆良海南侧的观音浦 而他自己则率领余下主力 隐蔽于附近海域 当岛金一红部队出现的时候 全军不得擅自行动 等待其完全进入陆良海后 方可发动攻击 攻击发起时 邓子龙部应以最快的速度 截断敌军后退之路 李顺臣部则由观音浦出动 袭击敌军之侧面 打乱敌军之阵型 以上两军完成攻击之后 去坚守阵地 不惜任何代价 将岛金一红部 堵死于陆良海之中 等待陈林主力到来 而那个时候 明军将发动最后的攻击 将侵略者彻底的埋葬 一切就绪 李顺臣却发问了 说邓子龙堵截后路 我守观音浦 猫岛何人助手啊 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如果岛金一红 熬过伏击 坚持向猫岛挺进 就能到达顺天 于小一行长成功会师 局势将一发不可收拾 然而陈林告诉他 猫岛根本无需派兵助手 岛金一红 是不会走这条路的